看看新闻吧 预论包括百万森林 地球一小时 气候变化观察团 等多个和环境保护 有关的公益项目 然而近些年外界 对于明星做公益 依然有不少质疑 对此李彬彬更显得很无奈 我觉得怎么做 都不会消除这种看法 有人认为你做的对 就有人认为你做的不对 有人认为你做的好 就会有人认为你做的不好 重要的是 自己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 自己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如果自己都对 自己做的事情怀疑 那这个路可能走下去 就比较艰难 纵然身处至一生之中 但李彬彬的环保型 却并未停止 出席在丽江的活动时 李彬彬身上的这件 黄色连衣裙 正是前不久 为某杂志拍摄 封面照时的着装 同一款服装 在公开出席活动时 重复穿着 李彬彬并不建议 其实我们做演员的 做艺人的 我相信大家 有很多人都是衣服在重穿 很多衣服也都是拿回来 重新搭配不同的场合 配不同的配饰 外套 鞋子 就可以改变 衣服的风格和气质 所以我觉得这种办法 其实是非常 环保的一种行为 而私人生活中 李彬彬也是一位 环保拥护者 她身体力行的环保行为 甚至已经让身边的 工作人员都难以理解 我觉得我平常 是一个特别烦人的人 走到哪儿 我的团队 还有我周围的人 都很烦我 因为比如说 我住的房间 我基本不会让他们打扫 比如说浴巾 毛巾 这些东西 也不会让他们每天更换 如果我们大家 每个人就只是改变 一点点的生活习惯 就会让这个环境 有更大的改善 娱乐星天地 吴晨徐仁奇 云南丽江报道